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24号密集的与北约欧盟G7和瑞典国会视讯 呼吁各国对于俄罗斯的侵略行为采取更强硬的回应 同时给予乌克兰的军事外交和经济等需求更实质的援助 战争拖了一个月 欧美的制裁冲击了俄罗斯人的生活 泽伦斯基就特别对俄国人心战喊话 乌克兰顶运20万俄罗斯大局满一个月的这一天 泽伦斯基对乌克兰人发布了一段视讯演说 他语气轻松面带微笑的 只如果俄罗斯人知道这会吸吵什么样的硬仗 他们就不敢来了 他还呼吁俄罗斯人必须停火 否则还会有更多的苦在等着他们 当天泽伦斯基也在北约峰会欧盟G7瑞典国会 透过视讯呼吁各国对俄罗斯的侵略行为 采取更强硬的回应 同时对乌克兰的军事外交经济等需求 给予更实际的援助 我们现在没有解释的答案 这是最恐怖的 当时的军事没有解释的答案 ни започеки про допомогу. Але щоб мир ставшвидше, санкційні пакети проти Росії мають застосовуватись щотижня. Жодного бареля російської нафти, жодного Заходу, російських суддів у вашій поції, жодного європодатків ваших компаній в Росії, їхня воєнна машина повинна залишитись без засобів для існування. 波羅的海三國的國會議長二十四號聯媒抵達基輔 和澤倫斯基會面 他們重申支持烏克蘭儘快加入歐盟 北約維持門戶開放 立即在烏克蘭領空設立近航區以 避免平民大規模傷亡 並主張開始為烏克蘭的重建做準備 預告將推動類似馬歇爾計畫的協助方案 公視新聞網惠文編譯